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怎么 还在为融资会议的事收了气 你早就知道在家的不是倾诉 而是霍芝 对不对 谁告诉你的 你果然早知道 你跟霍芝还是不是一起嘲笑过我 像我笨 像我蠢 像我被你们耍得团团转 还一点发觉都没有 老二 你冷静一点 我没告诉你 只是因为怕你惹事 你是怕我都满些事了 还是你从来都没有 把我当成你妹 当成江家人 从小到大我一直把你当成亲妹 看你心里应该有数 我没数 我就是太相信你了 我以为你真的疼我 真的接纳了我 现在我总算明白 在你江村眼里 我江伯尔不过是个外人 是个霸不着 从哪儿抱过来的严重 不许你这么说你自己 你别演戏了 要不是你指使霍芝去找陈领生 他能不来参加人资会议吗 你让我在所有人面前出城 然后你来当英雄 你不就是想告诉所有人 你才是江志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而我江伯尔什么都不是吗 霍芝去找过陈领生 霍芝去找过陈领生 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这件事情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我 我知道 我现在跟你说什么 你都不相信了 这件事人货之没关系 别又找他麻烦了 这事你都说了不算 俩改造写意 要绝对他 是 记得罪名 你 넣고 就要别去找找币 gehabt 磚女孩 她邪魔 我有好好的 该找算你 乔子 我是子 来 吃一个吧 吃得心情会好一点 这么晚有睡着晚 你去见过陈女生吧 是吗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没有短感情 起初我还以为 陈静生接近博尔 是为了五星级项目 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但是别了你 我 我真的不是 不会瞒着你 对不起啊 永远跟我说道歉 我应该谢谢你 我知道你去找他 都是为了我的事 其实我真的不想 妨碍他跟博尔的 可是我确实 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这么准你这样 虽然陈静生 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他是真心喜欢博尔的 那你们呢 当初为什么分手 是因为 是因为 他妈妈说我劈腿 说看到我 跟别的男的去酒店 我真的没有 其实 是陈静生的妈妈 一直都不喜欢我 所以我配不上她 所以不管她 找出什么样的理由 我都是可以淋写的 我都是可以淋写的 想什么呢 在想该怎么谢谢你 我们的照片会很重工 虽然博尔对我 还是有些误会 但是 起码我守住了自己的心血 我后来也想通了 姜氏不仅仅是我们姜家的 还有许多其他的员工 包括我的员工 我应该对他们负责 你能这么想就放心了 其实我不放心的是你 博尔现在可已经知道 你假扮警诉的事了 最后你要得心了 其实我跟陈静生讲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到了 放心吧 我用不得来 你要是撑不下去 就别硬撑 不二口是你妹妹 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你 你真相信我吗 嗯 你就再请我吃一只雪糕吧 雪糕你一会儿吃的拉肚 你可别让我怕 我才不会呢 你别生气 我视察到了霍芝 和陈静生的关系 可是你妹妹 正跟陈静生打得火热 你让我怎么说呀 你不说她也知道 这个霍芝也真是的 我只拼命地帮她瞒着 她都好 为了你全都说出来了 不过 我觉得这个女孩 还是不错的 这回你可别错过了 好好好 我不说了 你自己看着办 我说你自己看着 对了 我让你查霍芝的时候 你查没查 她为什么跟陈静生分事 说是两个人都快结婚了 然后陈静生的妈妈 突然反对 是吗 我只说她妈妈看见了 她跟一个男人进了酒店 我只 不太可能吧 这绝对不可能 所以你让我调查一下 其实我不用调查 你心里也应该清楚吧 其实我不用调查 你心里也应该清楚吧 这青因素 为了让霍芝能帮她 先害她失业 再害她失恋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知道霍芝知道了 这一切会怎么行 你呀 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时间差不多了 今儿还去医院吗 我这对你收拾都是 一会儿我去医院看 好 我去医院看 方秘书 这是你要的 上海项目的资料 好的 那我先回去了 去忙吧 对不起 姜小姐 你吓死我了 方秘书呢 她和姜总刚刚出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也不知道 她给我的合同 还没给我呢 要不然 我给你打电话问问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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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去忙吧 我自己找 好 那我先走了 你真是 ber事儿 你给我吧 喝 喝了 你真是 喝酒 我就是 一定是你在帮我哥调查火炙 这 好 好 怎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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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好 好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找到福利院来了 你就是获知吧 之前在江家跟我顶嘴的人 就是你吧 我料那个情愫 借他两个胆子 他也不敢 现在我明白了 我知道陈凌生都跟你说了 你想怎么样你就说吧 不过有一点请你相信我 我跟陈凌生已经彻底分手 而且我不会再纠缠他 我找他 也是为了有个了断 你找他是想有个了断 还是为了要帮我哥对付 这个我心里很有数 江伯儿 这事你误会了 你哥 你哥根本就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跟我哥 关系这么好了 我哥不让我找你的麻烦 这边你又这么维护他 真可惜啊 如果我哥三年前遇到的是你 而不是情愫的话 我想你们俩在一起 会更有默契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真的不明白吗 三年前在高下桥上那场车祸 你应该记得吧 而且你背后的那个疤 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我没说错吧 你怎么知道 我不光知道这个 我还知道你的那个疤 是为了救一个人而留下的 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 因为你救的那个人 就是我哥江村 自从三年前那场车祸过后 我哥就一直在找你 可是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过多久 他就看到了围在我身边 一直转的情因素 他误以为是你 就准备要取情因素 不管我爸怎么反对 他都很坚定 可是我哥不知道 他取错了人 怎么不是这样 江村问你跟我说过 我姐也没跟我说过呀 情因素当然不会告诉你了 不仅如此 他为了能让你心甘情愿地 留在江家帮他打眼库 他还害得你丢掉了工作 那个孩子就是他带走 而且他还买通了幼儿园的 保洁阿姨 这钱你拿着 以后不要在这个城市出现了 更不要跟幼儿园的人联系 知道吗 好 不可能 那个时候我跟他还没有相认呢 可是情因素早就找到了你 你以为你跟陈离生分手 跟他没有关系吗 陈离生的妈妈 为什么一口咬定是你批的头 谁让我儿子偏偏喜欢你呢 可是你现在脚踏两只船 给我儿子戴那帽子呢 难道你真的觉得 他是无中生有吗 你以为情因素在认识你之后 才开始利用你的吗 其实他自从知道 有你这个人开始 就已经开始计划了一切 他跟你相认 根本就不是 因为什么姐妹之心 完全就是为了保住他的江家 江太太的地位 你别说了 我不相信 我一个死都不相信 获知 你以为你骗了所有人 其实最蠢的人就是你 怎么样 被自己亲姐姐骗了都不知道 我本来以为我看到你 会很愤怒 没想到我现在看到你只有可怜 被最亲的人骗 是什么滋味 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 信不信有你 不过有一点 我希望是真的 就是你跟陈领生之间 真的没有任何的瓜葛 不然我不会善罢甘休 先生 先生 先生你醒醒啊 先生你别睡了 我找找我 江村 四年前那个人就是江村 快他满脸是血 江村 接着你醒醒啊 你不见你 不见你 不见你 小孙 今天 就算我们捡了重生的月子 你要记住 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看见 你又姐姐了 我们姐妹两个人相互复制 快来擦一擦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跟你打电话也打不通 你知不知道 都快担心死我了 不知 不知 你怎么都想不开呢 我救你这么一个妹妹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你 你不是那么好想再见 我不相信 为什么 姐姐为什么会这么对我 博二 我们谈谈吧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你不就是想跟我谈货之吗 你不就是怕我找他麻烦吗 我告诉你已经晚了 什么晚了 怎么了 你担心了 教寸 你可别忘了 秦英素才是你老婆 货之不是 你到底对货之做什么了 也没什么呀 我就是把你一直想隐瞒的事情 都告诉他了 三年前的车祸 你为什么会举秦英素回家 秦英素对他做过那些卑鄙的手段 我全说了 你们不想让我好过 那就谁都别想好过 你 博二说得对 我以为自己骗了所有人 其实我才是最蠢的那个 侯迟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都知道了 婚儿都告诉我了 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 不该知道的 也知道了 你要知道我没有告诉你 是为了怕你受伤害 我怕你知道了以后难受 乡村 我接受你的提议 什么提议 我给你自用 一切事情因为我而接 也要因为我而接受 我在秦英素身上受到我的打击 这一切太大了 就不差这一个了 我真的现在非常进行 没什么事呢 对不起 时间不早了 我早点会休息 什么提议 姐跟孩子都睡了 睡了 最近她情绪不稳定 晚上老是闹失眠 所以白天孩子睡 她也跟着睡一会儿 小植 都累了半天了 去歇会儿吧 来 妈给你切块西瓜吃 我都打算搭着 我给你切块西瓜 niin apa 开 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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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宿 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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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孩子 怎麼說走就走了呢 這是什麼呀 這是情訴的身份證 當年她利用我 嫁入江家 欺騙了江村的感情 我現在要解決 這件事兒 你看 我就說情訴是個壞女人吧 你騙不聽 你還在我面前維護她 怎麼樣 現在被騙得體無完膚了吧 說得對 那你是要替情訴 跟江村離婚嗎 沒錯 我不能再心軟了 我支持你 憑什麼她替你嫁入豪門 這是騙婚啊 有你支持我 我就這麼做了 是她常常都說 不用了 我選擇她們 讓她們去 然後我去 你何知 你不可以再心軟了 這是你欠江村的 好 蒋村 我已经准备好了 之前你说 我代替秦英所给你离婚 我想了想 我能办得到 我跟你开玩笑 你还当真了 我当真了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应该得到自由和幸福 以后办事初见 或是怎么了 说离婚就离婚 难道 他想报复秦英所啊 我跟他开个玩笑 他还当真了 你说 我知道了 肯定是霍之知道了真相 想要赎罪 来 我娘 那儿 还没 咱们 最好 早 咱们 我 突然 我知你可不能再心软了 你连累多少人你知道吗 你不能再上海江村 你要给他自由 你快点人家都要下班了 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快点 快点 喂 我已经到离婚办事处了 你怎么来不来啊 你在离婚办事处 你还是我的身份中 要跟江村离婚吗 没错 我要带着你跟江村离婚 因为我做那些 上天海里的事情 我要一一解决掉 或者你没这个资格 我告诉你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不然 不然我就给你关注关系 该回头的人是你 我告诉你 我不会再这样下去了 不管你听听说什么 我都会代替你跟江村离婚的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代替我去离婚 或者我告诉你 你没这个资格 你不能阻止我跟江村的感情 你不能阻止我们的婚姻 你跟他不管就是个误人 我当然有资格 三年前 在交州湾隧道 就江村的人是我不是你 你知道了 是 我都知道 是你在幼儿园带走的孩子 是你让陈丽生的妈妈以为我劈腿 是你逼我留在你的身边 还让我骗江村 姐 不太让我失望了 都没有资格让我像你一身姐 好 你要断绝关系 你就断了 就当我从来都没有找到过亲人 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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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不可以组织 我可以尊重地干净 谁都不可以让我们离婚 护植 好 姑娘 离婚没有错 有些人干得违心事 他是不会认错的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错 错的是别人 这位太太 我们已经下班了 你有什么要办的业务 明天再来吧 好 你要是早来半个小时 就拿到离婚证了 你就已经十次有人了 即便我拿到了 你带着负罪感过一杯子 你做不出来 伤害别人的事 即便那个人 曾经伤害过你 可是我是真的想帮你 我知道 我曾经确实误把情愫 当成你 这是我的错 在这一点上 情愫也是无辜的 我应该对他负责 我们离了婚以后 我保证 可以让他今后一时无忧 但无论如何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我不希望你掺和进来 明白吗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 你还可以为别人着想 你不是也一样吗 你不是也一样吗 英素 你知道 你知道他不是情愫 你们俩合伙设计我 不知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非 你们俩太过分了 你们俩太过分 我过分 你们俩才过分 你们俩瞒着我去离婚 你们俩谁来过分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给我站住 我 per hawai 我靠你了 я不想让我多来 你还不想让我来 你去这儿 你这儿 我哭了 你这儿 你这儿 我不能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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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开门 开门呀 你没有人啊 你没有人 我不能离婚 我不能离婚 你给我开门 你开门呀 你不能告诉你了 你不能告诉你了 你终于上班了 你给我开门 你有事啊 你给我开门 给我开门 你身边病啊 我不能 不得我可报警了 不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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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离婚 不离婚 拿我开门 不开门 我开门 不开门 对不起啊 没有我的话 你的生活不会比现在更糟糕 我现在终于知道 秦苏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他心里只有他自己 我和秦苏的事我自己会处理 你不用缠合进来 你说得对 我是霍之 但是我做不了秦苏 他做的事都做不了 你也不需要变成他那样 秦苏是您的女儿吧 是是是 我女儿怎么了 我女儿人呢 你女儿闹出事来了 她拿着砖头砸了 离婚办事处的玻璃 人家报警了 到了派出所 她就一直在说胡话 最后我们好不容易 奔出您的电话号码和住址 这 我 这 妈 小枝 妈怎么了 她说应速砸了人家 离婚办事处的玻璃 这 那 那她人呢 您家里这是双胞胎啊 是是是 我女儿人在哪儿呢 别着急 人在里面呢 你们两个 得留个人在这儿办手续 我来办手续 小枝 你待在这儿 我找应速去啊 那你们留住 小心 这个也要填一下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走了 应速 你是秦应速的妹妹 对 你们最好带她去医院 检查一下 我们严重怀疑 秦应速的精神有问题 妈 应速 你怎么才来接我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我 我就砸了那个 离婚办事处的玻璃 我 我也没离婚呀 我 我为什么要去 离婚办事处啊 就是 你没事吧 应速 你不用再装了 江村今天根本就没打算 跟你离婚 我们也没有办手续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当初是你先追我的 你知道吗 你说会对我好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知道吗 我做这些 我不仅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你 你知道吗 我想跟你生儿子 我为了你在江家 江村是你爸的私生别 你爸对他那么好 怎么有一天 他会强套你的一切 你知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你们也这么不相信我 远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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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唬我妈呀 远苏 你不要真是的 我一定是我 你别吓唬我妈呀 我像你我一样 你忍む io 你avoinる恐怖 我们想要通过 我可是你 我现在刚才 我做吗 你这个 你够就好吗 你还不想要 更要 cnische 你总我 我还不想要 risks 喝点水吧 妈 怎么样啊 来 妈 怎么样啊 医生说不敢确定 还得进一步观察 给开了一点认定药 小植啊 我看你姐这回不像是假的 还是听医生的吧 姐 你昨天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说什么了 你说 姜伯儿是江村爸爸的私生女 我不知道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不是故意听爸的电话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听的 不是故意 不是故意听 你爸在电话 不是故意的 你爸 你怎么回事 真正不是故意想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不是故意听说 你老板 你告诉不懂 你老板 他说我 自己还没帮的 你当好 他在因为你 他因为怎么样 就你了 喂 小雅 我找到头发了 几根啊 一两根吧 那儿哪儿够啊 再找几根 那马杰打扫得太干净了 就找着这么一两根 你自己想想办法 实在不行 趁江村不注意 揪两根 揪 行吧 我知道了 揪啊 你 你不是来取衣服的 没找着啊 没找到 那我帮你找吧 衣服都是我挥制的 不用了 我不知道可能搁哪儿去了 你怎么来了 先生 您回来了 我 我回来拿两件衣服 之前收拾行李 走得太匆忙了 所以衣服没带够 你怎么没去医院呀 今天如此加班 我拿点东西就去医院了 你要不洗个澡吧 你要不洗个澡吧 我是说你看今天外面天那么热 你肯定流了一身汗 洗个澡凉快 是的 今天外面天气是挺热的 英素说得没错 你看洗个澡解法 先生啊 您哪儿医院哪儿公司啊 两边跑确实是挺累的 马杰啊 这不是秦英素 她是获知 是秦英素的孪生妹妹 别弄错了 反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嘛 你还是挺我的 过回自己的生活 找回属于自己的人生 对不起啊 马杰 要是不clock 你亢了 thee 你 kristen 那不是不客气呢 你不着急啊 我去看你 你给他吃你了 馄饨吗 阿姨 帮我 我就说嘛 从来没见过英素 不是 秦英素包过馄饨 还是霍小姐手艺好 别说 我还真的就想吃这口 那你多吃点 锅里还有呢 先生 你慢吃啊 我去收拾一下浴室 我帮你 不用 我刚才没洗澡 就洗了把脸 没什么好舒适的 我听马杰说 你最近特别累 又要去公司 又要去医院看你爸 是不是忙坏了吧 二姐 谢谢你 不得我也找不到 在公司的位置 这头上怎么又咬金头发呀 你别闹了什么金头发 我又不是外国人 哪个金头发 真的 就在这儿 真的吗 我看看 来 你啊 这个 小时候挺狠啊 怎么样 金子在哪儿 好像看错了反光 你说嘛 趁其馄饨 还能找出金头吧 嗯 好热啊 秦英素最近怎么样 你怎么会没历程 你告诉他了吧 说了 可是他精神状态不太好 可能也没听进去吧 又疯了 你别这样 我觉得这一次 不太想是装出来的 心机可真够重的 我劝你还是离这种人 远一点好 你跟博儿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她以为是我让你去找陈林胜 故意让她在融资会议丢脸 你见过我冷战好几天了 我跟她解释过了 可是她不相信 算了 反正都是一家人 再怎么说她也是我妹妹 博儿真的是你爸抱养的吗 是啊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 你爸这么疼她挺难得的 可能是从小我就跟爸对着干 所以她会更喜欢 比较乖巧的博儿吧 也可能是老人家 更喜欢女孩子一点 你再走 看看她 你自己找上来了 莫知 陈林胜 陈林胜 江总 我正要找你呢 你自己找上来了 是这样 福利院要修建阅读室 是我找她有事的 不重要 本来我也要找你谈谈 跟我走吧 不敢吗 没事 你跟霍之的关系 应该理清楚 你为什么还来找他 我担心博物会 找霍之的麻烦 来看看他 你担心 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姜博 你不要在两个女人之间 犹豫不定 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我已经选择清楚了 不像有些人 还念念不忘霍之 你什么意思 霍之应该过自己的新生活 而新的生活里 没有你 也没有姜家的一切 也应该没有你 你放心 我会对博物有交代的 该负责责任 我会负责 你应该庆幸 霍之帮你得到了演说的机会 不然你早就被博物踢出局了 你走吧 知道你要说什么 这令人说得对 事到如今 你还能盼望什么呢 应该把宁静还给霍之 他也有他的人生 而你也有你的人生 你们没吵架吧 你看我像吵架的人吗 你还不了解我吗 要吵架我一定输 他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你们会吵起来呢 找我什么事啊 我找你也没什么正事 担心你呗 我跟博物说的真相 我不想隐瞒他 但想想博物的脾气 我怕他找你麻烦 你做得对 你们两个人相爱 就应该相互坦诚 看来他没找你麻烦 不用担心我 倒是 你应该担心博儿 江家最近 也许会麻烦不断的 你怎么知道 使这样 江村在公司里 不是抢了博儿的风头吗 这兄妹之间难免有隔阂 博儿又这么任性 还有 江说我现在还在医院里 江家的造型事 还不够多吗 不知 你是不是太关心江家了 我有吗 你还真是够积极的啊 皇上不积极太监 可是这江村 他根本就不知道 江博儿是他妹妹 再说了是不是兄妹 得精灵报告出来才能知道 江村不知道 我还以为江村请你帮忙呢 你是不是也觉得 我太关心江家了 你何止是关心呀 你现在都快成江家人了 你实话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帮江村啊 我是觉得对不起他 要不是我的话 他也不会取秦英素 不取秦英素 就不会发生现在的一切 他应该会很幸福的 是我不多了他的幸福 所以我应该补偿他 我算是明白了 你这是上辈子 没拯救完地球 这辈子接着拯救 对吧 你别开我玩笑了你 我也发现了 你绝对是上辈子 拯救了地球 不然这辈子 怎么能找到 乔治这么帅的男朋友啊 好吧好吧 那等结果出来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那么别快也好 谢谢啦